都知道艾滋病比较可怕 但你能想象吗 非洲一个小国可能会因为艾滋病即将灭国 今天小鱼和大家聊聊非洲小国斯威士兰 为何整个国家会有40%的人患艾滋病 国民平均寿命才35岁 斯威士兰是当今世界少见的国中之国 它的大部分领土都被南非包围着 只有东面一道连接莫桑比克的边境 虽说基本上撒哈拉以南的国家都很穷 但斯威士兰还是穷出了新高度 整个国家连一座城市都没有 最繁华的地方也就是首都姆巴巴内了 比咱们最破的乡镇还穷算 别看国家经济比较落后 性观念可是开放的很 由于太穷了 斯威士兰人普遍都不使用安全套 结果艾滋病感染率极高 整个国家都有大约40%的国民都是艾滋病患者 而斯威士兰的国民生活的这么贫困 罪魁祸首就是他们的国王姆斯瓦第三世 作为非洲最后一个君主专制国家 在斯威士兰 国王不仅可以裁决斯威士兰的一切事物 他还被认为是神的化身 享受臣民的尊崇 今年53岁的国王姆斯瓦第三世 已经在位35年 虽说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还在英国留过学 然而他的行事风格 却处处充满了魔幻奇异的风格 斯威士兰的法律允许一夫多妻 而最大的受益人就是国王们 老国王所不战二世就妻妾成群 生了一千多个孩子 妥妥的肿瘤转世 姆斯瓦第三世是他的第67个孩子 比起自己的爹 姆斯瓦第三世一直努力 清除玉兰 希望能更风流血 虽然他都已经拥有十多个妻子了 却仍然觉得不够 还将选妃的主意 打到了该国盛大的节日上 一年一度的卢伟节 本是斯威士兰人 祈求丰收庆祝少女成年的节日 但姆斯瓦第三世 却将他变成了选妃的良辰吉日 这一天参加节日的少女 必须穿着五彩斑郎的短裙 手里捧着一束卢伟 到街道和广场集合 如果哪个女孩被国王相中 就会当场册封为妃 尽管有很多人宣称 斯威士兰女孩为了摆脱贫困 并不排斥国王在卢伟节选妃 但事实上 不是所有女孩都心甘情愿当王妃 这几年从王公逃跑 甚至起诉国王的事 可一点都不少 同时选妃活动也从没有停止过 在国王眼中 只要他愿意 全国的姑娘都得成为他媳妇 虽说斯威士兰穷得叮当响 但姆斯瓦第三世 自个儿却负责流油 他不仅拥有上万头牛 还有自己的土地工厂股票 资产超过了2.2亿美元 甚至在福布斯杂志上 也有一席之地 作为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国王 他却从未用自己的财富 来改善民众的生活 而是用在了自己的奢侈消费上 有记录显示 姆斯瓦第三世 至少卖掉了1750多头牛 曾在2006年的时候 花80万美元给妻子们 买了10辆宝马车 在2019年11月 又购买了19辆劳斯莱斯 这让民众非常愤怒 毕竟大多数斯威士兰人的生活 还得完全靠国际社会的援助 而姆斯瓦第三世 买豪车的这些钱 能极大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 对此 这位国王给出的理由也很奇葩 他声称 那是他的个人财富 他无需考虑国民 作为国王能说出这样的话 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 面对国内猖獗的艾滋品 他想的不是提高医疗条件 而是提出各种奇葩的法令 譬如说 他宣传只要将所有艾滋病患者的臀部 都打上一个特殊的烙印 就能避免病毒传播 又或者简单粗暴的规定 从2001年至2005年期间 所有斯威士兰女性都不能有性行为 显然 这些荒唐的做法对控制艾滋病无济于事 在一顿秘制操作后 斯威士兰一跃成为艾滋病大国 40%的人都患有艾滋病 极差的医疗卫生水平 导致斯威士兰人的平均寿命也很低 只有35岁 远低于非洲平均寿命52岁 排名倒数第一 真可谓是水生活热 由于长久以来积累了太多不满 斯威士兰人这几年不断发生暴动 试图将这个昏君赶下台 虽然暴动都被镇压 但只要这个国家依然贫穷 只要姆斯瓦第三世 依然过着罪生梦死的生活 他的臣民便不可能安邪 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如果姆斯瓦第三世不做出改变 他的王位怕是很难做的安稳 值得注意的是 斯威士兰是中国台湾在非洲 唯一的所谓友邦 姆斯瓦第三世 还曾多次接待蔡英文的访问 为之摇旗呐喊 所以现如今唯一能力挺 姆斯瓦第三世的人 可能只剩下蔡英文了 关于斯威士兰这个非洲魔幻小国 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和小鱼讨论 喜欢这个视频 请多多点赞加转发 正解决 正解一切不明白 咱们下期再会